猎狗和野狗被赶跑了 有狮王作为强大的后盾 士群很是轻易就夺得了宝贵的水源地 这里也将成为他们死后的落脚点 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 接下来猎物们将会如飞蛾扑火般的向这里涌来 他们只需守在原地静静等待 很快他们等来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一只游猪 要知道游猪可是非常耐寒的 但现在却冒险来到士群的地方找水喝 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干旱程度 狩猎行动通常是由母狮发起 他们没有雄狮的体型大 但却因此更加敏捷也更利于隐蔽 现在各路的母狮已经前行至游猪的攻击范围 等待发起突然袭击 当刚刚喝到水的游猪发觉危险 并加祖玛丽开始逃跑时 有一头母狮已经来到了她的身边 游猪虽逃过了身后的母狮 但却遭到了前方的围堵 而狮王虽然不参与捕猎 但有肉吃的时候 他总是要排在第一的 狮王驾到狮群其他成员就得统统退让 这也是他们的规矩 狮王带走了整个猎物 而且没有其他狮子敢质疑 虽然他们看起来也很饥饿 但也只能期望于狮王可以留下一些 不论是亚成年雄狮还是小狮子 以及冲锋陷阵的母狮 全都需要老老实实的耐心等候 而来到这片水潭的 并非只有容易制服的游猪 还有令整个狮群都要忌惮三分的大象 对于易怒又惹不起的大象 他们也只有暂时让出位置 这还真是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就连强大的狮王也得乖乖的在一旁看着 现在正处于难熬的干旱时期 而这些强大的巨兽又惹不起 但不管如何 他们都不会离开这片仅有的水源地 现在也只有期望巨兽们可以早点离去 然而随着干旱程度的愈演愈烈 有更多的大象被水源吸引来 到了此地 它们对水的消耗巨大 这里的宝贵资源就快要枯竭了 而又没有更好选择的狮群 现在除了等待别无去处 只能期望下一个猎物的赶快到来 几乎所有成员都开始有些急不可耐 这样毫无生存保障的漫长等待 到底何时才能等到苦尽甘来 终于有一群水牛被水源吸引而来 而大批象群也已经离去 狮王摩拳擦掌做好了 招呼水牛的准备 水牛的实力虽然也很强悍 但在狮子的眼中还是和大象差太远了 狮子的目光直指水牛 它们的狩猎时刻到了 谁知现在同样是由母狮发起攻击 但追逐了一段距离后 效果并不理想 非但没有触碰到 还遭到了水牛的强势反击 母狮只有掉头折返 首轮进攻失败了 紧接着 狮群对水牛展开了第二轮进攻 这一次的主导者是亚成年雄狮 不过结果依旧如此 狮王压轴的时刻到了 通常他不会参与狩猎行动 除非是狮群难以拿下的猎物 看着眼前群体成员的节节败退 狮王终于展开了强势出击 要说还得是狮王给力 他仅凭一己之力 就拿下了数百公斤重的水牛 狮王再次向王国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以及地位的不可撼动 这个雨这就不过是狮王 少年雄的 我来说狮王的 感谢观看